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我们讲一个假结婚的故事 我们的主角是小剑剑啊 一看到她的脸总是跳戏 小剑剑是女王的助理 或者说是小秘书 女王是一个生活里只有工作的工作狂 总是让小剑剑加班 但是小剑剑根本不敢反抗 这天女王遇到了人生中的大麻烦 她就要被驱逐出美国了 这样她就不能工作了 这就是要了她的命啊 不让工作狂工作 还不如让她去死 所以小剑剑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她是男人啊 还是个美国土著 只要她们结婚 女王就不会被驱逐出美国了 女王果断拉小剑剑下水 小剑剑得知这个消息后 是一脸的懵逼啊 我要结婚 我怎么不知道 同事们更是表示难以置信 这是要为社会除害吗 哦,谢谢兄弟 可是移民局不信啊 移民局会分别问话 还会对他们的社会背景进行调查 防止假结婚 如果是假结婚 小剑剑就会蹲五年的大牢 所以小剑剑就不乐意了 让女王给她生编辑 不然就别想结婚 女王能怎么办 只能答应啊 还跪着求婚 小剑剑好骗过移民局 所以小剑剑带女王回她的城堡 给奶奶过生日 没错是城堡 在一堆七大姑八大姨的助攻下 小剑剑还和女王接了吻 可惜小剑剑晚上还是睡了地板 明明女王身材很好的好吧 早上女王出去打电话 可是狗狗跟了出来 还被老鹰抓走了 最后女王用手机换回了狗 正常人表示看不懂这操作 爸爸男想小剑剑回来继承家庭产业 可是小剑剑不想 只想过自己的生活 所以才会跟女王假结婚吧 在一家人看完专门给女王准备的脱衣舞表演以后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脱光了衣服 还碰巧地撞到了一起 晚上两个人开始一聊 女王开始讲悲惨历史 小剑剑就这么听着 但是关注点只有一个 女王已经18个月没有啪啪啪了 但是这一晚并没有发生什么 是不是很失望呢 早上爸爸妈妈跟奶奶就来告诉他们一个大惊喜 他们要结婚了 就在明天就在他家 结算后 小剑剑带女王买新手机 就在女王不耗上网的时候 看见小剑剑跟青梅竹马聊天竟然开始吃醋了 不过马上就被妈妈跟奶奶带走去试婚纱了 毕竟明天就要结婚的人了 可是这突然袭来的家庭的幸福感让她很害怕 她开着快艇带着小剑剑出了海 还成功地把自己掉进了海里 不过这是喜剧不会死人的 不过回到家更大的惊喜还在等着他们 移民局来了还揭发了他们 不过小剑剑并不会承认的 因为其实他们已经爱上对方了 第二天两个人成功步入婚姻的礼堂 但是两个人并不是很开心的样子 所以一定会出变化的 所以女王就坦白了 扭头就走 你要小剑剑怎么办 女王一走 小剑剑就明白了自己的心 可惜奶奶气得晕倒了 不过奶奶并没有事 一切都是套路 是为了让小剑剑去机场追回女王 但是并没有成功地揽下飞机 女王收拾好东西准备走时 小剑剑刚好赶到 接着就是你们想看的啦 小剑剑表白女王也同意了 他们贼开心 不过移民局很懵逼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爱情有可能真的在你身边 只是你没有注意到而已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